目前来讲只有家庭的亲密接触者 所以来讲就是没有到社区里面去 指挥官定调还不算真正进入社区感染阶段 但3号台湾再新增两例本土个案 一例是先前在澳洲确诊的货机机师家人 另一例却是华航诺富特饭店外包的水电工程人员 4月18日出现咳嗽的症状 4月30日曾治诊所就医 5月1日监惠山单位评估后 同时安排就医裁剪 30号居然自行到诊所就医 原来是29号诺富特饭店执行轻工计划 当时匡列206人居家隔离都是正职员工 但外包商像是水电油漆清洁工等 依据接触时间长短居家隔离人数只匡列一半 没匡列完全足迹疫调还在加紧追 而这名外包商工作范围是在诺富特饭店医馆356楼 照理说没和居家检疫者接触 使案情更加复杂 目前还没有办法判断感染源跟途径吗 推测 那不过我们把它调查清楚 再来做报告 我们已经把全部的 全部相关的都列为居家隔离 还要家宴血清抗体 亡羊补牢有没有效 一切都在与病毒传播速度赛跑 大海新闻杨运寺李明华台北报道 大海新闻杨运寺李明华台北报道